思想带来生命的痛苦 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思想吗 它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什么呢 小北极熊会冷 一只小北极熊看起来很担心 一直缠着熊妈妈想问问题 熊妈妈很忙 但被缠得没有办法 只好放下手边的工作 熊妈妈问小北极熊 孩子有什么问题让你担心呢 小北极熊带着忧郁的音调问熊妈妈 爸爸是北极熊吗 熊妈妈听到这个有趣的问题都笑出声来了 她对小北极熊说 傻孩子 爸爸当然是北极熊 小北极熊听到这个回答 脸上看起来还是挺担忧的 小北极熊 自己带着忧郁的声调问妈妈 那爷爷是北极熊 那爷爷是北极熊吗 熊妈妈听到这个问题开始有一点不耐烦了 她对小北极熊说 傻孩子啊 爷爷当然也是北极熊 小北极熊 显得仍然不能满足熊妈妈的答案 她说 妈妈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爷爷的爸爸是北极熊吗 熊妈妈听到这个问题笑得满地打滚 她对小北极熊说 这样还用说吗 爷爷的爸爸当然是 绝对是北极熊了 她开始好奇地问小北极熊 你怎么问我这些傻问题呢 小北极熊回答熊妈妈说 妈妈 我感觉好冷 讲完后 就带着一脸的忧伤无奈 走回到壁炉旁 继续取暖 小北极熊感觉好冷 但她除了忙着问问题外 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 不只是小北极熊 许多感觉生命痛苦恐惧的人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断地问问题 找答案 但却一直无解 思想是好人 还是坏人呢 我思 故我在 乐内迪卡尔 人的脑袋里一直有个东西 天天与我们为伴 叫做思想 考古学家为人类取名智人 影射人类独有的思想 思想在我们的大脑里像个老学究 成天脚三脚四的 指导我们该如何这样 该如何那样 人们很自豪拥有这个超物万能的思想 人们很自豪拥有这个超越万物的思想 也认定它是生命的罗盘 有益的盟友 人们相信思想的理性与逻辑的架构 会帮助我们客观地分析眼前的事物 并提示我们 找寻快乐幸福的正确答案 但有趣的是 对于这个天天陪着我们的思想 我们极少地注意它 我们对它既熟悉又好陌生 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思想吗 它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什么 各位记不记得看电影的时候 会听到在电影院里孩子问爸爸 爸爸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可曾自问过 思想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往下 我们开始深入地探讨思想的特质 它是如何产生的 它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我们了解思想吗 思想上的错误从来就不曾远离我们 人们还往往把真理和错误混在一起去教人 而坚持的却是错误 科学家对于人类思想的理解 如果不是言过其实 可能仍然始于幼儿语人的阶段 这不是科学的错 因为思想的确极度的错综复杂 难以客观地度量 人们始终无法一窥思想的全貌 因此我们不妨暂时放下繁多且仍在一侧阶段的心理理论 换个角度 从观察解析思想运作所带给我们的筑班的生命现象 来导向观察思想的本质 为什么思想经常让我们犯错呢 几乎生命所有的行动都是思想所掌控的 我们可曾检讨这些行动对我们的生命有些什么影响 人们喜爱钻石 并认同它代表尊贵与永恒美丽 人们花大价钱购买钻石的理由是真的因为它代表永恒美丽吗 还是它的背后隐藏着财富地位的宣言呢 在审慎思维下促成的婚姻 并不比股市投资好多少 我相信多数人在与心爱的伴侣踏上红盘前 会自认为做过审慎的考虑 也相信也坚信婚姻必定幸福美满 但是统计数字显示相反的结论 近来50%至60%的婚姻是以离婚收场的 此外剩下未离婚的50%的婚姻中 又有多少婚姻是幸福快乐的呢 婚姻的成败永远跟思想有关 造成高频率婚姻失败的主因 是伴侣婚前不思考还是思考错了呢 决定人类行为的思想中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理性的 为什么思考经常让我们犯错呢 180度对立的思想 如果有人告诉你思想可以引导出真相 这是个谎言 因为许多思想下的结论是180度对立的 例如像是二元对立的善与恶 人间有善有恶 对于人性的本质 思想家们有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说法 一派认为人性的本质具有人词的神性 所以人性本善 但另一派却认为人是野兽 所以人性本恶 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佛罗伊德是位大思考家 他相信性是天生自然的 一切生命现象都源于性的冲动 但相反的一些文化或宗教 把性当作是非人性本源的 是罪恶的表征 所以必须被压制管控 到底人类的性是演化 论下动物正常的自然反射呢 还是它是宗教信仰下 人性反常的堕落与罪恶呢 到底哪个是答案是对的呢 如果思想引导的结论是对的 那么 为什么 大思想家们会相互矛盾 说出180度全然对立的见解呢 思想是怎么办到的 人们的思想一定出了问题 读者们在这里闭上眼睛 假设两个情景 第一个情景 想象某天半夜 你进入厨房时 看见一只大蟑螂 正在享用你桌子上的割夜菜饭 你相信此刻你与蟑螂会各有念头 请教一下 你的念头与蟑螂的念头会是一样吗 大体上你会感觉到恶心与愤怒 至于蟑螂的想法 请相信我的猜测 必定于你的想法 大不相同 他会觉得你是 残暴恶毒的催命判官 第二个情景 想象你在乡下传统的厕所上大号 正蹲在粪坑的坑洞上的架板 进行对粪坑的奉献 如果你愿意强忍难闻的气味 鼓起勇气往下看 你会看到无数的蛆 正在粪便中翻腾 转动 这时候你会怎么想 我猜你会感觉到恶心 厌恶 甚至于恐怖 想快速地离开现场 但请换一个角度 假想你是个靠着 焦肥耕种的农夫 当你看见粪坑内 万曲转动的情景时 你会怎么想 我猜你会欢喜地发现 一大堆上号肥料 呈现在你的眼前 此处 请再换个立场 想想这些蛆会怎么想 它们的想法会与你相同吗 你与蛆同在思想 试问谁的思想是真相呢 人的思想不过是在 自我本体下所自定义的 逻辑与游戏规则 它既不客观 也与真相无关 但每个人都会自觉 自己的想法是唯一的真理 是吗 人思想下的真理 都是自己戴上墨镜的真理 除非你能理解这个道理 否则你的人生必定 挚爱难行 永远偏离真理 面对自己或者别人的思想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可不可以留意几件事呢 第一 面对任何事件 能不能要求思想 慢一点下结论呢 第二 能不能让自己的思想 变得更柔软客观呢 第三 对于任何别人想思想 对于任何别人思想下所提示的结论 能不能不要在意志半解下 强用二分法说 我信或者我不信呢 第四 能不能更柔软客观的 心念去看待别人的思想结论呢 检讨学习知识的投资报酬率 学习知识的投资报酬率划算吗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事物的原理 被挑剔辩驳去读书是无聊的 但也不可过于迷信书本 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 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 启迪智慧 布兰西斯培根 知识 包括科学知识在内 是思想下的产品 面对投资 人们会计算投资的报酬率 但面对从小到大投资了极多光阴 与花费所学习到的知识 我们可曾计算过知识 所带给我们的投资报酬率吗 这个投资划算吗 想不想认真的检讨一下 检讨的第一项 念了一大堆东西还记得几只成 我们在学习中为了应付考试 辛苦地背诵了一大堆的知识 这是我们可曾检讨过 背诵的东西记住了多少 我曾经翻阅高中的课本 惊奇地发现 当年熬夜苦读的课文 至少七至八成都早已忘光了 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表示父母数百万元的教育投资 约有七至八成都泡汤了 如果背诵的东西最后几于二至三成 那念书很有用吗 撇开这个难看的投资报酬率不谈 孩子们辛苦熬夜念书的代价是什么呢 孩子们身体变差了 眼镜戴上了 原本可以快乐的童年也不快乐了 台湾半数的中学生不快乐 与大量的知识学习而不是方法学习无关吗 检讨第二项 学到的一大堆知识能帮我们创新吗 学习知识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而这三种方法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 字典型学习 这一种类型的人只会背诵 把自己变成字典 但他不会运用学到的知识 其实如果只想找寻知识 查V几百科或者大英百科就好了 需要背诵吗 是到几何的圆周率 π吗 它并非3.14 这只是近视值 完整的圆周率是 后面有很多位数的 有的人会傻到想背诵吗 也许你不想 但我知道有人可以完整地背下来 第二种是鹦鹉型的学习 有一些人很会学习知识 也能够运用一些知识在生活中 这种学习模式比字典型学习好一些 至少他们没有浪费知识 但这种学习方式像一只鹦鹉学鱼 将自己变成了跟随别人的二手知识信词 知识都是已知的 也绝对是有限的 因为人类对这个大千世界知道的太少了 但当鹦鹉型的学习者 相信并依赖他们学习到的知识时 有限的知识会制约他们的思考能力 局限他们的生命行动 令他们工作时没守成规 缺乏创意 他们大多数是追随者 喜欢一辈子跟随别人 但他们喜欢如此 因为他们认定顺从安全的知识 会保障安全的生命 第三种是创新型的学习 但有少数人学而非用 他们开始学习时会努力的吸收知识 但当学习结束后 他们会舍掉 抛弃掉这些学到的知识 因为他们知道 有限的老知识会制约创造力 要想创造新东西 就得先抛弃旧东西 我相信应该没有例外 至少在心意上 所有的父母都喜欢 而你接受创新型的学习模式 如果如此 那我们就得冷静地 检视现今的教育 现在多数的父母 为儿女所安排的一切教育 不过是把孩子变成字典 或者鹦鹉而已 可能的原因只有两种 第一种原因是台湾的学生很笨 不会学习 另一种原因是台湾的教育很笨 不会教学生 请猜猜原因是哪一种 此外台湾为什么只能发展为代工党 而企业平均尽力 无法超越两位数的百分比呢 然而苹果计算机公司 或者惠普公司 却可以创造近四成左右的利润呢 错误的知识 对生命有多少影响呢 知识就是力量 在人生的旅程中 我们总感觉到心慌 希望掌握一些东西 来稳定我们不安的心灵 思想延伸的知识 一直扮演令我们安心的服务 在这个信念下 我们一直忙着从学校 书籍科学家 与专家那里拼命的吸收知识 相信知识可以让生命更美好 对此点 苏格拉底与爱因斯坦的想法 能与你的不同 因为他们都对知识 存有保留的态度 著名的物理学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不认同这个说法 他批评 知识只是人到18岁为止 所累积的各种偏见 苏格拉底尼对知识 也有类似爱因斯坦的看法 他认为自己比其他人知道的多的地方 就是他知道他的无知 而其他人一无所知 却自以为无所不知 我并没有否定知识 部分的应用知识是好的 人们需要依赖 技巧性的知识生存 像是操作计算机 盖房子 开车 或者炒出好菜等等 但撇开维持生活需要的知识 不谈 对于心灵面来说呢 多数的知识并没有带来什么好事 包括科学知识在内 许多知识是错误的 错误的知识会促成错误的运用 而错误的运用 可导致错误的生命内容 如果学习的烹饪知识错误 那没有什么大碍 它只是造成菜做的不好 但如果与心灵有关的知识错误 那对心灵的伤害 就可能并非小事了 对这一点呢 我想与各位检讨一下 历史中多数科学主流典范 一直被推翻 很少人会去研究 科学历史 如果你去研究它 你会惊奇地发现 历史中多数科学的主流典范 一直被推翻 极少横存的 最早亚历史多德 提倡地心论 他相信地球禁止宇宙的中央 重心环绕 但随后 尼古拉戈拜尼的日心论 重新定位了地球与宇宙 将亚新的地心论推下了舞台 地心论在被否定以前呢 已经被人们相信了一千多年 它虽然助长了神学的发展 但对人类仍无大雅 但对人类仍无伤大雅 人们最多只是把它当作是 饭后的聊天话题罢了 约四百年前 埃萨克牛顿发展出 被供奉为经典的万有引力定律 在该定律在被牛顿发现后的几百年中 人们丝毫不怀疑牛顿的发现 而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打破了这个圣像 它从光子移动现象中 找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反例 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的错误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的相对论 引力并不是力 面对上述这些科学历史上 不断被推翻的谬思 你们会如何想呢 这些谬思对人们会没有影响吗 科学知识99%都是由假设构成的 科学习惯于串联假设 别起一个假设天梯去寻找真相 这是一个危险的野心 如果科学家依恋寄存的典范 用尽心思与手段去将研究导望 心中寄存的结论时 他们将会不自觉地促使科学变成另类的宗教 科学本身不会过度地猜测 猜测是科学家的心态 科学家在地球三维空间用五官意识觉知的实相 仍远不足以解读超越三维空间的更大的实相 科学家更多的像是鱼缸中的鲸鱼 透过扭曲视觉的鱼缸 解读鱼缸外面的世界而已 人类感知的有限实相与宇宙真理无关 我们对科学能达到的成就不要存幻想 要保持客观 马克思普兰王格 有人说如果你想要说一句可能被接受的谎言 必须先说99句真话 但科学却得天独后 有言论豁免权 套用马克托文说过的一句妙语 科学有一个很迷人的现象 对真相做一点点投资 可以得到一大纲的猜测 爱因斯坦也曾评注现代科学 我在漫长一生中学会了一件事 相交于真实的情况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显得十分原始 和小儿科 科学如果想要创新 想要更接近真理 就必须忘记矿线的既往知识与方法 用无约束的自由思考后 无限的真相 直观去搜索未知 对此点的爱因斯坦 贝多芬 甚至是伽利略 都会愿意举手赞成 牛顿生前虽未能觉知 万有引力定欲的错误 但他曾谦虚地自讯 胜利哲学 我不知道世人如何看我 但对我自己而言 我就像个在海边吸 嬉戏玩耍的小顽童 为偶尔发现的小石头或美丽的贝壳 而感到习惯 然而我对我眼前伟大的真理海洋 仍然亦无所知 思想下的知识 无法帮助我们避苦得乐 如果不包括实际生活需要的应用知识 人类思想所创造的知识 难道没有或多或少的 创造我们生命的迷惑灾难或痛苦吗 如果你愿意相信部分知识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该如何觉察到知识的错误呢 也许一千页的专业书都无法圆满回答这个问题 当我们面对生命议题时 给予方便的理由 我们会希望能够有简单的答案 帮助我们快速地从麻烦中解套 但遗憾的是认定问题有简单答案的谏言 是个骗子 是思想上的迷思 这正是我们一再受骗的原因 极其讽刺的是 连堂中笨蛋的草绿之虫 都知道进行 都知道在行径中闪躲障碍物 尝试新方向 然而我们人类僵直扭曲的思想 却一直重复错误 无法帮我们避苦得乐 为什么一再被认定客观理智 又挪出的思想 无法促成正向的生命行动 这个结论一直令人不解 要了解它 必须深入地去分析它